可可搭配脆雞 它還另外加上了 草莓粒 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盒子 這個口感有點奇妙 而且不是很讓我驚喜的那種奇妙 但是你說巧克力醬很香嗎? 沒有聞起來的那麼香 我覺得最可惜的是草莓顆粒在這裡面是 完全沒有細分的 太複雜了 這個炸雞的口味太多元了 多到我覺得是會咧 沒有辦法是適應的 腦袋好混亂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尼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前兩個禮拜我都在日本旅遊 所以已經有很久沒有拍新品的開箱了 前兩天我還在日本的時候 晚上空閒就在滑手機 看到了一張非常奇怪的廣告宣傳圖 我本來想說這應該是開開玩笑的吧 結果沒想到它是來真的 沒錯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商品就是 肯德基在情人節推出的期間限定商品 愛情降臨可可脆雞套餐 我相信有很多人看到現在呢 應該也跟我當時一樣 眉頭皺到不行 可可搭配脆雞 而且還不止喔 它還另外加上了 草莓粒 這個組合 腦洞大開耶 沒有辦法想像這個東西 到底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產品 那我們現在就話不多說 直接來開箱吧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套餐 其實這個套餐呢 還蠻特別的 連袋子 都跟一般肯德基的袋子 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它是紙袋 然後呢在旁邊這邊呢 還有鋪上愛心 真的就是出給情侶的一個套餐耶 所以一點呢 就是這麼多 也沒有辦法單點 那再來就是點了這麼大的一個套餐的話呢 它還會贈送一個 浪漫禮盒 那至於禮盒裡面是什麼呢 我們都不知道 等等再開箱看看 那再來呢有兩顆蛋塔 接著呢 哇 非常大盒的一個 炸雞組合餐耶 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盒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哇 欸還蠻豐富的耶 這個情侶如果在過節的時候在家裡面點 算是還蠻有儀式感的 有兩個原味的炸雞 然後還有一份小鼠的樣子 跟四塊麥克雞塊 那再來呢還有兩塊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重點 也就是可可脆雞 那各自都有兩塊 所以情侶的話呢就是一人吃一個 接著旁邊呢還有兩個小盒的東西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可可醬 還有草莓粒 其實原本的可可炸雞 它就已經幫你鋪上了一層滿滿的可可醬 上面有撒上草莓粒了 那這邊附給你呢就是怕你覺得不夠甜 我就是要加爆 那你就可以再多加一些些 啊那我們馬上就來吃吃看吧 那我們先看到雞腿的部分 它其實只有一半啦 後面的話呢是沒有可可醬的 那前面這一層呢整個就是阿非色的 滿滿的可可醬 然後上面呢撒了不少的草莓顆粒 聞上去呢其實是還蠻香的 可是呢你就會很難想像說 這麼香的巧克力醬 裡面竟然是炸雞 那沒關係我們就直接吃吃看吧 我必須老實說我覺得 這個口感有點奇妙 而且不是很讓我驚喜的那種奇妙 首先呢是它的巧克力醬 不是甜的 反而有一點點苦 咬下去的時候本來認知 欸應該是要有甜甜的 然後甜鹹甜鹹的那種感覺 但完全沒有 那再來是因為我們通常吃巧克力醬 大部分的時候還是冰冰涼涼的狀態 那加上脆劑之後呢這個巧克力醬 變得有點溫溫的 跟你想像中的那個巧克力醬 是不太一樣的感覺 其實吃下去呢巧克力的味道沒有到非常的突出 它主要重點呢是讓整個炸雞口感上變得很濃稠 但是你說巧克力醬很香嗎 沒有聞起來的那麼香 吃下去還是炸雞的味道 我覺得最可惜的是草莓顆粒在這裡面是 完全沒有細分的 至少我吃了這一口 有非常非常多的草莓顆粒都被我吃掉了 但是我還是沒有感覺到有草莓的味道 我覺得單次草莓顆粒那個莓果的香氣是有出來的 它有一點酸甜酸甜的感覺 不過巧克力跟炸雞的味道實在是太重了 真的是吃不太出來 不然我們試試看 再加一點草莓粒看看 好我們加了蠻多的 大家應該看得到 欸第二口吃下去 有比較習慣這個味道了 可是還是沒有辦法挽救 它沒辦法幫這個炸雞加分的事實 太OK 我剛剛再多吃了幾口之後啊 其中有一口 只吃到皮還有巧克力醬 欸如果是這個搭配的話呢 我覺得就還可以喔 吃下去蠻順口的 只不過在尾段呢 又會有帶有辣的一些味道 太複雜了 這個炸雞的口味太多元了 多到我覺得 是味蕾沒有辦法適應的 腦袋好混亂喔 不是要吃甜的嗎 怎麼又變成鹹的 然後怎麼又變成辣的 還是吃一般的原味炸雞吧 然後我們剛剛吃完這個可可脆雞 覺得有一點點失望 跟我想像中的 落差非常的大 我覺得真的是情人節 打一下噱頭OK啦 但是它絕對沒有辦法成為一個 常駐的產品 因為我剛剛吃了一隻雞腿之後呢 其實就已經感覺到很膩了 嗯 我個人的想法呢 是覺得不太行啦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花了520塊 所贈送的浪漫禮盒 裡面到底是些什麼 很輕欸 首先是看到一個 噢 燈泡 它就是那種線 然後上面有很多串很多的燈 然後可以讓你掛在牆壁上啊 裝飾用的 感覺蠻浪漫的喔 再來是 噢 是氣球 它是什麼樣的氣球呢 然後裡面呢 還有附贈4顆 這是圓形的小氣球 噢 它就是讓你情侶在晚上家裡面 點一個這樣的套餐 然後背後呢 裝飾一些氣球 好好過一個有儀式感的情人節啦 那我覺得還算是蠻用心的 因為有很多的男生呢 可能比較不懂說 欸 儀式感到底是怎麼樣子 那如果 那後面加了一些氣球啊 做一些裝飾 這個儀式感還是有差的 那我實在是看不出來它是個 什麼東西 它給了一根飲料在喝的吸管 叫我用吸管吹 還是止吸管 啊 是 小血的LOVE啦 嗯 剛剛 沒有吹起來 有時候實在是看不出來它是LOVE這個組合 有沒有感覺到整個氣氛 是不一樣的呢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肯德基新品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 就這個可可炸雞產品本身的部分呢 真的蠻一般的 沒有想像中的 那麼好吃 雖然說本身因為覺得它很獵奇 所以你就沒有對於它抱有非常高的期望 但實際上吃下去之後呢 又比我意想中的 再低了一些些 所以呢 以這個炸雞的部分呢 大概只能給到 7.8顆星吧 那產品本身呢 大概是 7.5顆星 加的三分呢 是 這個 我覺得還蠻有創意的 氣氛組 讓你在吃套餐的同時呢 還可以營造出浪漫的氣氛 那這個套餐的部分呢 一個大套餐總共是520元 老實說也真的是蠻貴的啦 比較像是在做一個噱頭的感覺 但實際上呢 就 不過我覺得大家應該還是會很好奇 這樣的一個 炸雞吃起來到底會是什麼樣的味道 唉 還是可以去嘗試看看啦 反正一年就一次嘛 啊 不過記得 還是不要挑這個當作奇人節大餐好了 可能會是好家 它也是限量的 總共只有6000份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這影片上的時候 炒餐賣完了沒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去日本胖了3公斤 你那個臉都變得好熱喔 嗯 嗯 嗯